漏电保护器一天跳一次 以为是漏宝不好换了个新的 还是一天一跳 这个漏宝带的是个冷库 他们怀疑是主线有问题 就是往冷库走这个主线有问题 因为修冷库的师傅说冷库没问题 我来测一下 先把漏电保护器拉掉 准备拆下灵火线 像这种漏电保护器 下面的向路测漏电要拆掉灵火这四根线 为啥必须拆线一会再看 测量一个表比对地线或者是对配点向外壳 先确定外壳是接地的 另一支表比测火线 一百到头 很明显这是漏电造成的调查 你说是零线漏电还是火线漏电呢 这个还不一定 像这种漏宝拉下电闸以后 你看 我直接测零线接线扣 火线接线扣 它都是有百帧的 这是因为漏宝里面有回路 所以说有些电路 您不拆线的话 有的人测不准 像这种3P加N的漏宝 它的出线端灵火是有电阻的 是有回路的 所以要拆掉电线来测 这个零线和地线又是通的 所以你测量火线出线端 与地线 它也是显示漏电 这种是正常的 现在的情况是测的这4根线都漏电 那是不是下面往冷库走这个主线有问题呢 还得去下面冷库看一下 这是一个小冷库 恒温的一个小冷库 两个小控制柜 这一个是拉掉电闸的 他们说风机坏了正在修 现在通电的是这一套 不知道什么原因 老是跳漏电保护器 这两个系统是一路线 就是一路主线过来的 然后又并过去的 火线零线都是并在一起的 所以要把它们分开 看是哪一套系统有问题 先测一下 室没电 拆掉零线排上的零线 因为他们的零线都是压在一起的 怎么还有红线作为零线呢 拆掉零线拆掉上面的火线 就是我得确定一下它主线有没有问题 这零火这4根线拆掉以后 它这个小冷库在地下室很小 再测量这个主线 不漏电 他们当时下的是单骨线 像这种应该下电缆线 防水啊 绝缘都好 还好测的主线不漏电 就把主零线接上 接上漏电保护器 因为像这种电路零线与地线是通的 所以 把主零线压上以后 在那头就可以作为地线 作为接地来测量 所以 这头可以一字表笔测这个进来的主零线 另一字表笔可以测量在下面的线路 看有没有 诶 这个摆 它这是电路是 有漏电的 现在不确定是哪一块漏电 您看现在至少一测哪哪漏电 测压缩机 测风扇都漏电 是因为这个零线排还是压在一起的 如果零线漏电 你像单向风机啊 这些单向的回路也都会漏电 测的都是漏电的 测一下这个零线排 这零线都没拆开 显示是漏电的 把零线全部断开 再测 这些回路 如果漏电的话表情会摆 看现在测就好了吧 把这两个柜子的零线 火线全断开以后 你看 最后测的是这根线 这个是漏电的 接在零线排上 去哪了这是 这是个零线还是个地线呢 测的是漏电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没测 就是化霜接触器下面的这些线路 你看一测就是漏电的 化霜下面接的是加热管 加热管是漏电的 那这个化霜电路和这个红线有关系吗 它都是现实漏电的 那再看这一套化霜 看看漏不漏电 测输出 也是漏电的 好了 这样测量的两套化霜都漏电 应该说这样问题找到了 我也完成了我的检修 剩下的交给修空调的师傅 但是我还想看一下 这两套化霜为什么都显示漏电 为啥这一套化霜它没有接零线呢 而这一套它有一个零线 这个红色的是零线 还是地线呢 门头上贴着电路图 三组化霜加热管 公共是有零线的 接着零线 进冷库看一下 先从哪进的 从上面进的 都用了这一个零线 可能是 看到了那个红色的零线 爬上来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红色的是零线 他们说这个冷库是个人做的 然后做完以后找不到人了 用了用了那一套坏了 也没有修的了 看看这个接线盒里面有什么 应该是风机和化霜的加热管 你看这个红线 接的是零线 三组加热管的零线 然后又并出了一路零线 应该是给那一组内积的 那一组内积正来检修 这两组内积都有化霜 都需要零线 零线是并一起的 要是有一个漏电 那都漏电 所以我想看一下是哪一组 内积的加热管是漏电的 拿出我10个的小插口 就是把并这个零线给它断开 给它拆下螺丝 分开零线 这样加热管就可以单独测量了 直接测量它与内积的这个中网 散热网 看一下漏不漏电 测这组零线就可以了 不漏电 那测这一套加热管呢 于外壳 漏电的 不出我所料 又是化霜加热管漏电 它这一套正在减修 很长时间没用过了 一直处于断电的状态 而这一套正在使用 跳砸了 就是在出霜的时候跳的砸 其实我想拆开看一下 它这个化霜加热管什么样 一般的冷酷化霜加热管 坏的特别多 基本上就是漏电 听说这种加热管换起来不好换 不好修 这个后盖上还有个接线端子图 三根火线 这个中性线就是零线 然后风机380的 380V的风机 风机没问题 风机不漏电 那下面我就拆开一下这个底座 看看它的化霜 是怎么化霜的 来看一下 三组加热管 化霜是靠这三组加热管 底上一组加热管 这中间有两组加热管 靠加热管来化霜的 那加热管坏了不太好换 这个真的不太好换 这个我也给它换不了 这个还得请专业修空调的师傅来处理吧 这回大家都见到了吧 有很多师傅还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 这样原因找到了 把线接上 先送上电 它这个只要是不化霜 这个炸一般不会跳 就是横温自冷 它不会跳炸 化霜一开就跳 所以说赶紧联系师傅修化霜 那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致电